Hello,anada 过年的时候在家没事 我就回忆了几段赵丽荣老师的小品 无意中呢我就翻出了一部 赵丽荣老师早期演的一部喜剧电影 看了以后真的是出乎意料的精彩 这部电影就是由赵丽荣和陈贝斯两位老师合作的 孝子贤孙伺候着 PS一下 这部电影拍摄于1993年 当时很多农村的村民十分的迷心 丧事一定要大搞特搞 哪怕是倾家荡产 甚至还借了一屁股的高丽蛋 也一定要把这个白事给我扮大拢 为了给这些村民宣传简朴的丧葬理念 也就诞生了这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国产喜剧电影 故事呢发生在90年代的一个城乡结合部 男主陈二小 是一个街道办事处红白理事会的民政干部 他主要负责的工作 就是向村民宣传伙葬和白事减半 可好巧不巧 他的亲舅舅 偏偏呢就是这个村子上做丧葬一条龙服务的 他这个舅舅 搞得他们村子上很多人办丧事 欠了一屁股的债 咱们街大聊 那么多高丽蛋 这一屁股债 每年每月才能还得清啊 你这叫行骗 把死人猜 这个外申真的是想断了舅舅的财路啊 舅舅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正好去找他的大姐 也就是成二小的老娘出来帮忙 舅舅立刻开始挑拨 说他这个儿子不孝顺的 以后要把他给火葬 等我死了 你要敢杀我 你都不是我儿子 爸爸 你干嘛要杀奶奶 不许杀奶奶 奶奶又不是烧鸡 哇 多么孝顺的小孙子啊 还不如孩子 奶奶 嗯 小您是不是跟烧鸡一个伴儿啊 估计是鸡肉味道 去找你妈去 眼看儿子不肯答应 老太太就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 成二小没有办法了 只好先口头答应了老妈 这下老太太舒心了 好了 饿死我了 成二小的媳妇呢就安慰她 现在有法律规定不可以吐葬了 她到哪去买棺材 现在受财 上哪买去 此时成二小的姐姐回家了 这个姐姐呢就出戏了 找了一个还蛮有钱的老公 难得回家来一次就向老妈炫耀一番 带这么多 瞧把你美的 有钱不带战啥呀 好家伙 你这可是老凡尔赛了 可是我还想说你戴着这一手的戒指 就不嫌隔得慌吗 这大女儿可孝顺了 难得回家一次 还让她的老公 给老妈子准备了一份大礼 娘 这个女婿居然是苏大强 原来你年轻的时候和老的时候没啥区别啊 说好的年轻的时候是吴彦祖呢 这个女婿呢给老妈送的大礼就是 人还活着就送棺材 没想到老太太开心坏了 妈的好贵呀 他们家的事很快就传到了街道科长呢 科长呢就上门警告成二小不要犯错误 成二小说了现在只不过让她老妈开心开心 她绝对支持明镇部门的工作 到时候还不是我说了算吧 你好自为之吧 结果他们俩的对话给老妈子给偷听到了 傲娇老太太不高兴了 亏你还给我下过保证 我 你骗人 妈 你个别肚子 这舅舅呢也害怕成二小不认账 于是这个舅舅就出了一个损招 他找了一个算命的瞎子去骗她的大姐 现而今呢算命的可抖了 连美国大总统出门都瞧黄厉呢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相信美国大总统会干错这种事吧 这算命的瞎子去忽悠老太太 说她死去的老公马上就要在地府取一个狐狸精了 如果她再不去阻止就来不及了 这原配可就要成为第三者呢 敢 这还得了 接下来的剧情真的是高能不断 算命的瞎子拿出了一个电脑算了一挂 咱们听听电脑是怎么说的 姐 咱看不懂这个 得 老太太 电脑说了 你死定了 看来这一次真的是非死不可了 这个舅舅呢就继续忽悠老太太 咱就来一个假死 只要把丧事给办好了 就可以骗了爷忘爷 先把他老公在地府的原配夫人的户口给占了 这样子地府的狐狸精就不可以做原配了 怎么会有人相信这么无稽的事情 刚好呢借着这次假死 还可以考验一下他儿子成二小的孝心 说死就死 马上就去买了全镇最时髦的兽医 我比不上那小狐狸精 比得上 这套行道是阴曹地府最流行的款式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儿子成二小还是决定要简单办事 准备安排火葬 这还得了 就叫赶紧去找大女儿来帮忙 大女儿坚决要求土葬 而且要大操大办 弟弟成二小不同意 姐姐瞬间就怒气直拉满 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揍了 是不是中了点 你怎么谁都打呀 打倒 好家伙 弄得二连半 你戴的不是戒指 是刺拳啊 专门打人用的 儿子不愿意操办 那就女儿来操办 他就让他的老公苏大强出血 说什么都要给老妈子 举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土葬 舅舅可真的是乐开了花 好闺女没白养 笑啊 什么流水席 冰箱踩电汽车 铭币唱戏的跳舞的一个都不能少 甚至呢还请来了专业的哭丧阿姨 哭的那叫一个惨啊 你真的就这么少 上骨烧肉了 给我留下来 你怎么不得我来 你不是有吗 专业 不得不说这几个阿姨眼带太好了 此时躺在关中的老太太已经有点心疼了 这得浪费多少钱啊 等你将来要死了 我又不狠吃你去 这三天呢要受伤 老太太躺在关中没有事做 只能偷吃偷喝一些贡品 她在偷吃这个绿豆糕的时候 感觉好清脆 好好吃的样子 我都没有吃过 结果到了半夜 憋不住小尿尿 她就直接找来自己的小孙子 帮她端了一个铲鱼 小儿 你怎么又来捣乱 我给奶奶倒尿盆 死人还可以尿那么多 害怕吃醒川帮 这个舅舅呢又开始忽悠 说她老妈对这个丧事肯定不满意 还要再多加请项目 该花的也都花了呀 都花了 她说还要去找几个和尚来念经 接下来最爆笑的几个和尚要来了 这明显带头的就是个女的 我语 不可说 不可说 可以说这几个和尚真的是相当的专业 你别说 唱得还挺好听的 当然这么专业的和尚念经 是要收费的 就像他只好去找女婿苏大强要 三千 苏大强这会儿坚决不给钱了 因为他已经被坑了小两万了 他自己老妈去世才花了几百 吵着吵着就和丈母娘吵起来了 死了个丈母娘 挖了我小两万呢 我又不是孝子 好了 我凭什么话呀 这样也行 女婿跑了 舅舅只好去找程二小付钱 八百八 八百八 那六百六也行 刚才问女婿苏大强还是要三千 怎么到程二小这里就变成六百六了 程二小的老婆就把六百六给了舅舅 可舅舅给和尚的钱确实啊 二百二 大了谁呢 不是收好三百三的吗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 难怪苏大强会被坑得小两万 这不就是在发死人财啊 甲子的老太太已经慢慢地看清了 他弟弟的黑心正面目 他抢走了剩下了三百多 这是我儿媳妇 给我小孙子散的 我不要 给你啊 很快守丧的三天就快过去了 眼看就要出病了 这个舅舅呢 又要把丧事套餐升级 我去 亏你能想得出 女婿苏大强表示 我坚决不出钱了 我一个字也拿不出来了 你敢 这下可好 他们夫妻俩当场就打了起来 看样子 这女儿的婚姻要彻底绝恋了 他们俩的打着打着就打到外面去了 然而下一个镜头 大疼了吧 不疼 打得好 就该他小子出 走 真是个小天才啊 真的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看来女儿女婿已经看出来 这个丧事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 早点开溜 大女儿走了 现在只有靠儿子陈二小来担着了 陈二小就决定卖房子 借高利贷 怎么样都要把这个丧事给办了 可以了吧 此时躺在观众的老太太一定后悔死了吧 可他这个没有良心的舅舅却很开心 还为他姐姐贴了一个非常坏声的春脸 先登摇齿领护照 冲上连台报户口 狠批 早得绿卡 出病的当天 他还请了一个大仙开路 这不是容嬷嬷吗 想不到啊 容嬷嬷还去做个神婆 为了让这些陋鞋攻出于事 陈二小反正钱都已经花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请了一个电视台来做直播 把这个黑心产业链赤果果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不仅浪费了个人的财产 而且这么大的送葬队伍 也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最后呢 他们这个浩浩荡荡的桑葬队伍 刚好呢 就撞到了一对新人的结婚队伍 这下刚好 红白两世撞到了一起 谁也不让谁 场面一度失去了控制 所有人都打成了一片 大女儿当然不甘示弱 直接把老妈的棺材抬上了那对新人的婚车 瞬间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棺材转了起来 扑通一声 棺材落地散架了 这可把老妈子吓坏了 因为死人的鞋子是被系在一起的 老太太只好笨着走了 在场所有人都被吓跑了 老太太就赶紧向那对新人解释 结果就一划 真的是一场闹剧啊 经过这么一闹腿 老太太终于想开了 搞这么多的丧葬迷信活动 不仅被舅舅骗了大部分的钱 还扰乱了镇上其他村民的生活 老太太这一次就决定 配合科长的工作 火葬 师傅 开车呀 不过等等 老太太不是还没死吗 怎么就直接给送走了 一直到最后 成二小才反应过来 但是电影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后 我真的是更加敬佩赵立荣老师了 不管赵立荣老师出演的小品还是电影 我印象中几乎没有刻意的煽情过 但它总是可以让人笑着笑着就流下眼泪 赵立荣老师真正做到了喜剧是社会的喜剧 给人寓教于乐的社会效应 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大家一起来重问一下这部老电影的 你可别肚子 文杰撒花